大家好,我是德哥,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儿,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师娘王贵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顶级待遇 曾经的角儿回来了 在古曲社开业的第二天,王贵作为大轴登场 时隔20年再度登台 身穿黑色金丝旗袍 耳朵上带水晶流苏不停摇晃 一段宝玉取亲,古板节奏不紧不慢 真是让不少粉丝感叹爷亲回 郭德纲和王贵两人虽然没有同台演出 但他能为妻子化身报幕员 这足以证明王贵在他心中的地位 这满脸宠爱的样子 看来这德云社也只有王贵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了 重返舞台的王贵用的是和张云雷同一个大鼓 在曲艺界很少有人把自己的乐器借给别人 这足以证明姐弟俩的感情是真的好 紧接着站在舞台中的他就开始表演起来 虽然很多年没有登台 可不管是台风还是唱枪 丝毫不输专业演员 姿态也毫不逊色 很多网友看到王贵的演出 在感叹他气场强大的同时 更是夸赞他身上的独特魅力 怪不得郭麒麟老说自己的父亲配不上他 天津德云社经理表白德云社董事长 从此少了一位白派名角 多了一名董事长 现场除了粉丝的疯狂追捧外 小儿子郭腾阳也是大方的表白妈妈 这隔空表白还真是有爱 对于王贵的认知 大部分都以郭德刚的妻子称呼他 可他的名气 却在和郭德刚结婚之前 就已经红遍天津曲弹了 不到20岁 就是著名的经运大鼓演员 自从嫁给郭德刚之后 就开始全心全意扶持德云社 在鼓举社成立之前 早在2011年 王贵就有意向成立鼓举社 时隔十年 终于达成了当年的愿望 当晚演出结束后 张云雷也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他和姐姐的照片 并且还配文 我爱姐姐 而他之所以在这上表白姐姐 还不是因为吃了小外甥的醋吗 随后不少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也纷纷发文 杨和彤说 师娘上场的那一刹那 可感动死我了 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足以见到他的激动 德云董事长压咒出场 张云雷 陶阳 实力唱将 为其助阵 许久没演出的张云雷 穿着双排扣大褂 一个打小鼓 一个打大鼓 两人分工明确 一首夜深沉 让很多粉丝拍案叫绝 除了张云雷和陶阳的精彩演出之外 巨匠诸贺松夫人周岳女士 也在第二天表演中登台 在台上的表现依然很稳 巨匠的夫人算得上是少有的夫妻档 和郭德纲王会夫妇一样 一个唱鼓曲 一个说相声 算得上曲艺界一段佳话 德云鼓曲社能够成立 师娘王会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有人说郭德纲 拯救完京剧和评书 又来拯救鼓曲了 其实郭德纲做了这么多 离不开师娘 这位贤内助的帮助和支持 如今鼓曲社的成立 不仅是圆了王会多年的梦想 也是为曲艺界做出的又一贡献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件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